公元305年,西晋皇室的诸王之乱,已经接近了尾声,石乐也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。 那一年石乐32岁,他和吉桑一起投靠了公师藩,不久后,公师藩兵败身亡,石乐与吉桑逃得活命。 乐与吉桑王前院中,丧以乐为福叶衙门,顺目人劫略俊献细求,又招山则亡命,多复乐,类律已应之。 晋书,卷一百四载记第四。 公元307年,石乐34岁,他再次与吉桑聚重造反,但不久之后就全军覆灭,石乐与吉桑分散逃命。 短短两年时间,石乐就经历了两次重大失败,能逃的活命都是红运当头。 但石乐毕竟是石乐,他并没有因失败而气馁,也没有继续莽撞的拼杀。 石乐开始学习分析天下局势,他发现西晋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落,但百足之虫其死不将。 仅凭一支数千人的军队,就想挑战庞大的西晋帝国,注定是看不到未来的。 西晋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落,但当权者依然会着重打击旧体制之外的力量。 西晋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落,但当权者依然可以调集几十万大军协同作战。 作为西晋帝国旧体制之外的力量,如果不懂得团结协作,其结局必然是被西晋帝国剿灭。 石乐回顾自己的失败,发现自己并没有犯根本性的错误,所以自己的失败绝不会是个例。 于是,石乐找到了张都和张福利度,与他们组成一个小团队,投到了刘渊的大旗之下。 刘渊对于石乐这种组团投诚的行为非常赞赏,劝命石乐为这两支队伍的最高军政长官。 元海蜀都清汉王,莫突为都督不大,以勒为釜汉将军,平晋王以统之。 禁书,卷一百四载记第四。 石乐的做法是正确的,因为其他乱世豪杰王弥和刘渊等在失败之后,也用相似的方法投到了刘渊的大旗之下。 会王弥为苟纯所败,灵依为王弹所败,碎剧贤石将汉,资质通鉴禁忌八。 众多实力派来头,刘渊的势力剧烈膨胀,这使得石乐和王弥等人,在扩张势力时,获得了强大的后援支持。 从前的石乐和王弥等人,都在孤立的与西晋帝国作战,所以一旦被西晋帝国主力大军盯住,结局往往是九死一生。 但今时不同往日,石乐和王弥等人团结在刘渊的大旗之下,结成了反政府同盟。 即使被西晋帝国主力大军盯住,他们也会彼此配合四面出击,使得西晋帝国的政府军孤此失彼,只能不断被残食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赢,刘渊借此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。 石乐和王弥等人,借此获得了坚实的靠山。 在这种背景下,刘渊很快就称帝了。 刘渊之所以能迅速称帝,其主要原因有两点。 第一,刘渊的战略目标定得好。 刘渊将矛头直指西晋帝国,所以他身边聚拢的人,与西晋帝国都没有利益联系。 在这种背景下,刘渊称帝虽然严重侵害了西晋帝国的利益,但刘渊身边却没什么人因此而反对。 因为刘渊姓刘,所以在他起兵之后,以汉帝国后裔自居。 但此时的大汉早已凉透,所以也没人指责刘渊篡位。 而且石勒等人大多以陈属的身份投靠刘渊,所以,他们从理论上无法反对刘渊称帝。 但在西晋帝国的旧体制内,派系伶俐势力纷乱,任何人想要取代皇室自己称帝,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。 而在当时,又没有人能无视这种阻挠。 第二,刘渊的姿态放得很低。 在西晋帝国衰落之际,很多地盘实现了实际上的独立。 而对于匈奴汉国的各位枭雄而言,他们可以尽心地抢夺这些地盘,刘渊绝不会从中作梗。 刘渊手下的众多实力派,诸如刘耀、石勒、王弥和曹仪等人,在西北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和湖北等地,肆意纵横驰骋。 他们之间用不着费心费力的污吏斗,只需要各凭本事一致对外就行。 西晋帝国旧体制下的实力派,显然做不到这一点。 真让他们和匈奴汉国争雄,他们未必打得赢,就算真打赢了也不见得能捞多少好处。 只要这些强盗不来惹自己,自己就关上门过小日子吧。 这就是大多数西晋帝国实力派的想法,现实而又残酷。 他们在意的只有政治上的平衡,而绝不想横生枝节。 推卸责任虽然在短期内有奇效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玩法是注定会引火烧身的。 刘渊叙事之后,他的继承人刘聪,俘虏了近怀帝司马赤。 自得意满的刘聪笑着问司马赤,你们司马家的内战水平,为什么这么高啊? 司马赤说,这就是天意啊,我们家注定是为你们家铺路的。 刘聪听后哈哈大笑。 刘聪笑得有点早了,匈奴汉国之所以能最终灭掉西晋帝国,是因为西晋帝国先被诸王之乱祸害了一番,又再说了。 实力派的官僚手腕中走向终结。 灭掉西晋帝国的匈奴汉国,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路。 司马家族骨肉相残,刘氏家族同样也骨肉相残。 就在刘聪嘲笑司马赤的时候,刘聪的六个兄弟,已经有四个死于骨肉相残了。 此时的静怀帝司马赤,只是一个阶下雄,所以只能用这种虚辱的方式迎合刘聪。 如果司马赤此时的身份与刘聪对等,他一定会反过来嘲笑刘聪,你们兄弟六个,四个死于内乱,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呢? 你笑话我们禁帝国,将来也会有人用同样的语气,嘲笑你们汉国的。 我们可以说,分封诸王是一个错误,也可以说官僚做派是一种错误,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些错误都是无法避免的。 司马家族在这条路上摔倒了,刘氏家族最后也在这条路上摔倒了,后来的鲜卑拓拔家族和段氏家族,同样在这条路上摔倒了。 正是因为这些家族的摔倒,使得时乐有了迅速崛起的机会,最终建立了后赵帝国,但时事的后赵帝国最终也在这条路上摔倒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